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水與金融 我是白兵 我是混水 我們今天 竟然這些節目有嘉賓 沒錯 還有嘉賓跟金融經濟可不可以說是無關嗎 是無關的 不過我們有時候都試試不同的Crossover 說不定讀者都會喜歡 還有因為這個台 通常我叫的嘉賓 不要說只是女兒那麼簡單 全部都是美女 所以就很少我叫兒子 但同樣地我們叫兒子 兒子都是英俊 我不准你這樣讚我 都要的 都要讚的 還有就是坐中間的這位Cav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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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源就是Cav和水哥本身朋友 吹開水 說上來 其實你們兩個最初是怎樣認識的呢 這個都要說一些淵源 大概在幾年前我就做獎學金 做獎學金的時候都是針對著中大的同學 我叫他德基 德基就是我其中一個獎學金的獎學金 怎樣才可以贏到你的獎學金呢 基本上那時候兵方馬亂 只要你來apply我都會給你錢 不要再說下去了 銀碼多少 銀碼我忘記了 我不是給太多 我記得過 我不太記得了 你說你說你說 真的嗎 我記得對得住人 是的 因為我當時覺得水哥真的這麼大方 他每個人給八千港幣 哇 厲害 我給了幾十個 對 因為最初以為數著 十個 但是他說最後補得你就有 基本上我是沒有任何判斷的 當然我要你做些事情 可能你說一下 大概那些寫篇文說一下對中大的感受 或者那些類似很舊的東西 但是你基本上有寫我都照給 因為我當時覺得 那個氣氛 我覺得我的師弟妹是需要幫助的 無論是各種形式 例如可能他讀中間 可能你要Zoom上課 有段時間要Zoom上課 你都可能有些支持 買電腦 可能他自己也有自己生活上的需要 所以我是無差別的 你給了一篇文說你喜歡中大 然後你大概一半的學生證 你不要給我這些資料 我都不想儲你的資料 都很麻煩的 所以大概知道學生證的樣子 就OK 那時候就做些很敬善的事情 現在不行了 現在不太賺到錢了 張秀賢還錢就行了 張秀賢還錢我立即派街坊 我說的 好 那你怎麼用 我有講過的 你記不記得我在Post過 我沒有記得 打結他還是做什麼 我那時候拿來投資NFT 輸了 我是自己 我把我自己的一首筆 然後 製造了NFT 然後拿了你那百千元 來交那些GASP 然後我又發了那個給你 是呀 那個我記得 我有聽 拿來交GASP 是呀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 就是 因為做classical musician 很難賺錢 其實我還沒介紹你 還沒介紹 是呀 那我自我介紹一下 好 我其實是一個 叫做contemporary composer 是 我在香港中文大學 音樂系讀書 就讀完之後 一看中大讀 已經是讀音樂 是呀 那時候你叫做DSE 是呀 你DSE 你知道我如果入大學 我一定要讀音樂 是的 都不是的 那時候是 其實我 form 2 才開始 學小弟琴 然後都沒有想過要讀音樂 但是我中學的老師 那時候他就很看得起我 那我就很想報答他 不如就試一下 照報 是 那時候考完出來 我都只有21分 那樣 但是很有趣的 中大音樂系 是你放榜 那天你已經知道自己會不會入 那既然我放完榜 21分 有中大收了 那我就讀了 但是他有沒有什麼收分 就是收學生的條件 有 基本上你一定要去audition 那他會看你的音樂 玩得很好 然後看看你的背景 然後 其實我也不懂得怎麼可以收我 那你中二之前 你真的沒有掃到音樂 除了唱點台 唱點台也沒有唱的 lı scholar 是oke 那些老師教你唱歌 那為什麼中二會學呢 因為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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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然後 我媽媽想學樂器 然後就選樂器 我本身想選古增,但古增建樂器最便宜的模特兒要4000元 那我就看一看最便宜是什麼,那時候最便宜的是小提琴,400元 那我就去了學小提琴,就是這樣開始 因為正常中學,正常小一、二就學的 我當年是這樣的,去到大約小六、中一就正常八級,跟著那個步驟去的話 中二才學,但你也有照考這些事的? 有啊,那你隔壁的同學會不會很大,是不是很小呢? 其實考那些事隔壁,你不太見到隔壁,那你自己 那你最後用了多長時間來考八級呢?中間還要五級學你 是啊,我應該就是中二開始學,然後中五就考了八級 為什麼可以這麼快呢? 因為天生聰明,有天分 其實你是不是會覺得自己有些天分呢? 不是,我想說就是我 食肆的嘴巴是難欠去的 不是的,我應該是最沒有天分那些,因為從入到音樂系之後你會發現 他們的耳朵跟我的耳朵是不同的 哦,是 他們聽到很多東西的,就像你看那些鏡頭,我是看到這麼多的 但他們是看到很遠的 哦,那我猜為什麼這麼快呢? 那一例是,其實這個考試制度呢,其實我覺得今天講話會得罪人 是 這個考試制度呢 就是要這些? 這個考試制度就是那些 你操行了三首歌,你就會考了八級回來的了 那我就是那個制度底下的那些人 我就是操行了三首歌,就考了八級 那都有原因的,因為那時候也讀ESD Music 那你考試有級數呢,他就給你高分給你 其中一份卷,你考到演奏級,他就直接給你滿分給你了 所以我就逼著都要去考 也都OK,在一個步驟可以令到自己考好成績,我以前好像都沒有這樣的接近東西 是的,他有一份是你直接滿分的,你不用去考了 厲害,但是回到你現在正在做事的那個部分 有時候我盡量想把那個題目,可能重新回到一些商業的元素 因為譬如你剛才也說到,你會將一些音樂的創作變成NFT 那你的心路歷程是怎樣呢,還有多不多人是做這一類型的東西呢 因為這些東西都很數字,又可能去到一些金融東西,網路的東西 你的心路歷程,或者你是怎樣看這件事呢 好,這個很遠 我那時候是讀到,我去了英國讀Master Master的第二年的時候,我就想了,我現在畢業,沒有東西做 那我做不到腳,玩不到音樂 那我就很想發財,那我就有錢可以繼續玩音樂 那我就想不如炒虜貨幣吧,所以什麼都不懂 然後就慢慢學,慢慢去接觸NFT 然後理解了他的玩法之後 那我就在想,那我就不如用NFT的方式去賣我的作品 那因為,就像我現在這樣,我有一支作品 通常我們那些錢是怎樣來的呢 可能就是有一些樂團,或者有一些音樂團 他們想要一些新的製作品,那樣呢 他們就會申請我們 那就由零元到十萬元都有的 那我就沒有去過那些十萬元的位置 那現在最擅長的那次就是一萬元 要你寫一支作品 十分鐘 也有點像我理解的那些樂壇文化 可能找不知道是誰作曲的 寫完一首demo,然後給一個微星唱 可能一間唱片公司又拿了一首歌回來 然後又分版權,又或者買斷 我想去到你剛才所說的那個模式應該都是一樣 不過我理解的那一套就是流行文化的business model 你那一套就可能是一個古典音樂的模式 其實是相似的 而且有很多都是,例如Universal 他們都會找一些classical musician去買的 那你買CD,或者Spotify那裏做Streaming 那都會有Roddy回來的 但是是超級少的 我不是說我給了NFT給你的 那一套很少的吉他獨奏 三分鐘而已 那我放在那裏一年多了 那我總共收回來的版權費是一個英鎊 那當然啦,由頭到尾只是被人聽了一千次左右 那都OK,一千次有十元港幣 但是over the span of 一年 那所以就 你要去 要Promo,就發言變了 其實跟你那個作品未必差很大關係的 哦,這個是音樂很多時候在這個商業世界都是這樣的 嗯 即是你哪個歌手唱,或者你是什麼平台推 你後面有沒有公司幫你做北極廳 那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分別來的 一定就 那你讀完中大之後 就是去了英國那裏讀 沒錯,我去了那間叫 Row Nothing College of Music 叫做皇家北方音樂學院 那最容易知道的就是我們平時考級的那些書 後面就會有幾個標誌,黃金什麼什麼什麼 其中一個就是Row Nothing College of Music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想知道我讀完中大之後都要再進修了? 嗯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在中大那裏讀,或者讀音樂的有一半人 都會讀完一半一半,繼續讀下去 那我也是傻逼逼逼,打算別人這樣我就去 那譬如好像你讀的那個課程裡面 到底十年都是那個課程 就是可能classical music 我可以想像到可能都是讀那些樂理 或者都是讀某些音樂的部分 但是會不會現在推陳出身 譬如你也有一些新的嘗試 會用NFT 會不會現在去到一些很傳統少林子式的學校 都是會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讓你可能有些實驗性的嘗試 概念性的嘗試 或者混合現在可能新興的一些媒介 NFT 或者其他的東西 還是這些都是你自己後來想出來的 不會 沒有的 其實我們讀音樂比較像是跟師傅 我們上課方法就是上課一對一 跟教授去講我們的作品是怎樣的 我們會有些模式的 就像大學裡面那些 他們會有嘗試教一些 關於你進入市場可能會用到的技術 但是我來看就已經很過市了 例如他有一個叫做 我忘記了那個課程叫什麼了 類似是Entrepreneurship 就是音樂裡面有Entrepreneurship PPA課程 是的 但是他教你做什麼呢 他教你設置你的網站 但是這個東西你設置完 你都是無法達到的那些人 那我就在策略之後在Manchester做了兩年的 freelance musician 嘗試去reach不同的人 那我就發現原來 學校裡面教的東西是 基本上是沒有用的 他幫不到一個musician去運工 他幫不到一個freelance musician 去sustain他的career 他只是很 那他教什麼呢 設置一個網站 他告訴你 你要告訴別人有這個musician存在 然後他會幫你去提升你的技巧 嘗試去令你成為一個兩個最上級的musician 然後就走進去不同的樂團表演 但是 在一個classical musician 這樣基本上是生存不到的 大部份的classical musician 無論香港或者外國都好 其實都要靠去教樂器 或者教東西 或者是做很多不同的工作 那什麼都有的 做cafe 去Amazon 搬貨 有些可能做完全不關事的東西都有 因為譬如設置一個網頁 這些如果我沒有記錯 中文大學或者其他you的藝術系 那些藝術師都是習慣這樣 可能設置一個網站 簡單來說就跟商業世界的人設置一個link in 是一模一樣的 都是告訴別人 你可能演出那些什麼東西 你有什麼東西的自己的作品 你的serie 有什麼東西 在哪裡讀書等等 現在比較潮的 就可能有一個instagram 現在看藝術東西都是instagram 似乎都是藝術的接觸市場 或者接觸公眾的路徑 都是類似這些巧 是呀 很奇怪的 因為我來之前做了功課 就是找一下 究竟有沒有一些香港的很厲害的藝術師 我就找了一堆之後發現 其實裡面有很多 都不會用instagram 那就是 你會發現 我覺得有些錯配 就是你最擅長的那幫人 但是 平常的觀眾都無法達到他們 我上個星期五都有一個 跟一個比較特別的朋友喝東西 他都是很好的朋友 清清道弟那樣的 都未到的 不過是很好的朋友 就是這個音樂天才 王家靜 他簡直是有一個 的documentary 拍了他 音樂人生 是的 但是他好像不太愉快 我看回他的表達 他也有instagram 但他的instagram 就比較像是 講他自己的生活 以前可能會講一些 時蝕事 但其實都不是很跟他的職業很相似 如果他準備了一個表演 每一個藝人都會很標準 貼上那個表演的海報 就放在instagram那裏 但他又不是一個很營運式 去營運 去做這件事 都是比較一個 生活面向的反應 似乎 是不是classical musician 其實都是 大家都是藝術家 可能都是很含蓄 不是 又這樣呢 王家靜已經是 我自己看法 一定有bias 他已經是 很出的那個 他已經是很營運的那個 他應該和幾個 musician 一起搞一個 叫做抹疆的東西 有Joyce Zhang CY Leo 是的 他們 其實他們已經是 那些 叫做抹疆的 musicians 在香港裏面 外國那些 我不知道 有太多人了 他們已經很 做這個營運的東西 我自己看法 為何 好像對於普通來說 你都無法達到他們 就是因為 香港都沒有那些觀眾 而為何會沒有 我覺得很大的原因是 很多人不敢接觸classical music 就是會覺得 一聽就 就是一聽到classical music 這個 我覺得他會聽其他 或者好像覺得很裝飽 我跟白兵說 我準備去大會堂聽classical music 就是你可能第一個 人家不想怎樣裝飽 你去看畫展我已經有這個感覺 我現在知道有很多人看的 現在有很多人看的 classical music 我也是覺得有一點裝飽 做作 是的 有一點是 待會去打高爾夫的感覺 是的 那些feel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這些stereotype 就可能令到你們的 audience space 都不太大 而且話說前陣子 我記得因為有個讀者 他快來移民 去加拿大工作 幾個 還有一個圍內熟的讀者 還有我 就去了喝東西 就特地選了那間酒吧 他是有live show的 而那個live show 那天就說 那些收益全部都是捐給烏克蘭的 因為原來是有一對烏克蘭的樂隊 但是他不是rock music 的樂隊來的 之後呢 我是聽得很開心的 我完全不知道他在做什麼 我完全沒事 他什麼曲風 所有東西我都不知道 任何人唱的 我都不知道 但是去到 那些音樂很棒 然後你會聽到 拉鮮琴的那個 是套餐的 原來拉鮮琴是第一次跟這幫人踩餐的 所以就會有點疲倦 聽得是很開心的 但是這些是 我想Kapp在咪前也有說的 就是可能未必是 他們不好 也不是我們香港人不懂得欣賞 未必的 我都沒有音樂背景 我聽到覺得很棒 那問題應該是關於教育 或者是整個社會的氣氛 推了你 你一定去Star Hall看ERROR的了 然後就去紅館看MIRROR的了 那這一個是個大趨勢 但是去到可能 十個角色一點點的 可能好像高人那樣會去看Band Show 大一點的就是看Cookland Fat 小一點可能去看不同的Band Show 不同的Indie 是的 看不同的Indie音樂 但是你說去到 原來我們 看再不同一點的東西 我覺得是少了宣傳的 我覺得真的 或者是少了被人入場那一刻 我覺得這個是奇怪的 因為我覺得同一層 我們自己看 我們讀Classic Music 就會覺得 為什麼這些東西那麼多宣傳 但是沒有人去看 出不了 出不了圈啊 你那些東西 是的 我自己的觀察就是 他們很明確的 因為在香港做Classic Music的話 一定有人贊助 那麼好 應該說你做到Classic Music的Performance 多少都要有人贊助才能做到的了 可惜的話 你做一次你就會破產 哦 那當然沒那麼誇張 但是那件事不堅持 那既然他們有贊助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些target audience 那麼這樣的想法想下去呢 他們的promotion 就只會去target那幫人 其實你經過地鐵 你一定看到那些什麼 Hong Kong 又有什麼表演 但是你不會想 古弦樂什麼鬼那些 對普通人來說 我不懂音樂 我不會有興趣看的 完全是 從小看到大的那些poster 我一看到 我鬼佬站在中間的指揮那些 後面黑了那些 一定不看的那些poster 是的 我就想 你為什麼不轉一下 你弄得漂亮一點 黃家正 他們那些就開始 走這條路了 他就覺得 我轉一轉那個style 我的selling point 我想弄個poster 起碼是吸引到一些 對classical music 都沒有認識的人 都想買票進去聽 他們有帥氣美女 這些都不同 跟上一代那種presentation 是的 而且我都看過幾次 我覺得他們都有照顧到 我們這些很不懂 或者叫做很大眾層面的部分 除了彈回他們很擅長的 那些曲風類型之外 他也會可能 亦會過一些 電影的主題曲 或者當時流行的 某些劇集的主題曲 當然不是一個主菜 但他會中間可能 放一些兩樣東西 突然之間 聽聽一下 好像我有些東西 我好像聽過一下 我懂得聽 是的 起碼不會隔了那麼遠 但我自己看classical music 其實你就可以 當作是看文藝片 可能你不知道 他的分鏡 你不知道 構圖是怎樣的 但你純粹很享受那件事 我在曼赫斯特做表演的時候 經常都跟那些觀眾說 因為那些觀眾 我對很多是完全沒有背景的觀眾 那我就會說 你當你去那間餐廳吃飯吧 那你吃完之後 你知道自己不喜歡都是好事啊 但是香港就是 很多人就覺得 我一個音樂會 我能給你錢 你應該要給我雙凳的服務 否則你就會回稅 所以聽那個音樂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隆重的儀式 我很想要我聽你這個片要令我開心的 當我去聽一個classical concert的時候 我都不懂那些東西 那我就覺得我浪費了一次就不能去聽 我去聽完都浪費了一點時間 我的觀察是一個香港人的心態 而這件事在外國其實是沒有這樣的 我覺得有一個 尤其現在越來越多香港人去到英國 我在曼赫斯特接觸到那些香港人 他們都沒有這些背景 但是他們很願意去聽 因為他們來到英國沒有什麼做 不如去聽聽 你會發現原來沒有背景的人 其實他們會接受到的 所以我覺得 在香港會不會有很多人就是不敢去嘗試聽 有一個我經常聽的KOL 他都經常說我現在住在德國 有空我都會聽這個musical 聽這個 concert 他都聽那個我都聽就可以了 我也是回到德基所說 你可以這個題目也扔到他 我真的太喜歡看他 但都要低調一點說 雖然我看他不是一個很輕鄉的事 所以忍不住要插兩句而已 但是譬如我剛才都剛剛有個位置停了 突然忘記了追問下去 可能很多現在的castical musician 都會跟pop culture有些 collaboration 或是krossover 我想是Joyce Jones 經常都是幫不同的明星去做伴奏 也有他的演出可能既是krossover 也有可能是伴奏 可以跟歌手有些管弦樂 張敬軒 我剛剛想起什麼 你想起什麼 我想起李克勤 李克勤 他比較多的 左倫有你的朋友 那些是很難說的 你不知道是歌手rich樂團還是樂團rich歌手 而樂團rich歌手的話 你就知道他的target audience是什麼 其實這一種會不會都是一個發展趨勢 或者發展方向 但是已經發展了 慢慢都已經開始飽和了 因為整個管弦樂團orgestra 去krossover 我記得以前我看過張信哲krossover 忘記了哪一個band 聽是挺好聽的 但是會不會是 似乎可能有些是托了一個歌手 他本身可能是一個很流行文化的 突然間他就 讓他給人有一個面向 原來他都是會跟一些classical的人 一些在少林寺出來的人 會有合作的 那我不知道這一種的面向是怎麼樣的 這個是有一點點次序問題的 因為很籠統地說這個music history 就是有classical music 然後就開始有 類似jazz的東西 很籠統的 跟著就慢慢到變有 popular music 那個流行音樂其實 前身前的始祖就是classical music 那為什麼 去到現在不會再有classical music呢 是因為 科技發達 所有的聲音在電腦上已經蒸出來了 那就變成了我有個電腦 我有個麥克風 我有滋潔套錄上所有的東西 那慢慢呢 那些人聽多了 開始要 即是你 實驗了 你就想繼續吃 最重美一點的東西 就會慢慢回去聽真的聲音 就開始用管弦樂來做一個gimmick 你剛剛說聽真的聲音這一下 剛剛是舉例不同歌手跟管弦樂團合作的 我只想到一件事就是 你的聲音不能這樣調整 即是一用自動調整就死了 應該是 是啊 都沒有說不行的 你插一條聲音出來 即是你入了那條聲音 調整了那裏 那個output 再調整到管弦樂團 但是你會覺得很奇怪 是啊 這個也是我覺得如果你作為一個流行歌手 而你是一個所謂行實力派的 我覺得如果你能夠跟管弦樂團合作 然後你全部是live的 真的是那十個小弟琴 這樣跟你live 你又唱到那個 我覺得是難的 要有很有技術 或者很厲害的才行 Bing講這個就是 我覺得是 作為一個完全沒有背景的觀眾可以想的一點 就是你去聽一個音樂你不單止聽音樂 你去欣賞一個表演 一個表演藝術 那麼 一個歌手跟那十個小弟琴手 怎樣去match 其實這件事你都可以看到 你甚至可以感覺到那個歌手 是怎樣 就像你這樣說你會知道那個小弟琴手 就是你去跟朋友聽那個小弟琴手 你都會知道的 會知道的 但這件事就是我不是透過螢幕看到的東西 這件事是要現場去感受才有的東西 而這件事我想就是回到最基本的一個聽音樂會 其實它都是在表演藝術下的一件事 所以你會感受到跟你聽音樂的音樂是很不同的 明白 其實說明白也不是說真的很明白 始終我覺得這一類型的東西是那個素養要慢慢浸出來的 要先進場試了 你看酒店 那麼多一隻顏色你覺得它很fancy 你不到入口那一刻你都不知道它是什麼味道 所以你就要去試了 你可能試了 嘩 你真的很難喝啊 你真的這樣 然後你試完我喜歡的 可能你試完試到差不多一刻 你慢慢開始去試一下 不如我試試不同的jean 我試試不同的紅酒 我想這個過程有點像是這樣去的 還有是有時候可以 你當鍛鍊一下耳朵的 這個是一個 怎麼說呢 在一個促成文化底下 為什麼classical是classical的 就是它跟現代的pop culture很不同 它有它自己的一套 然後那一套跟pop culture很不同的 就是我覺得 聽歌的方法不同了 首先我們很少先聽live 或者live show你會很享受 就是那個鼓手的吉他 和歌手的現場氣氛各樣那樣 這個是一個現場才有的東西 我覺得就是classical 都會有它現場屬於classical的那個感覺 然後通常這些呢 就是剛剛那些 例如周恩你喝紅酒 可能你要放得久一點點 沒有說那麼崩潰到你的 還有有時候 我很不熟悉音樂 但是如果那種喇叭呢 你要看那個喇叭勁不勁啊 那個m解一些聲音 靚不靚呢 就是那個 如果你管閒鑊 你很流行一下 不上去的嘛 你那些位呢 通常九成喇叭勁都解僱了 你這些位置 如果你現場聽 因為那些位置你靚的喇叭聽就無管動了 迫你無管動的 可能你堅持亂聽都無管動的 那些位置就是你現場才能聽到的 否則可能你有過百萬的喇叭才可以有那個 原來有十步小離琴 再加二十個 二十個鋼琴 怎麼弄出來的聲音 才可以那一刻很厲害的聲音 還有他整個音樂怎樣鋪啊 他的高潮怎樣 各樣各樣各樣 跟我們聽的歌也很不同 那個體驗也很不同 我想就是聽classic music 我們很喜歡整理一些很濕淡的東西 例如我現在敲桌面 你真的要在我旁邊才能聽到的 這樣就是classic music他想玩的東西 那會跟樂隊很不同 即是樂隊很流行的音樂 他把東西放在你面前 你欣賞他的是欣賞他 不單是音樂 你還欣賞他那個表演者的個人威力 現場氣氛 我會覺得跟classic music的同出一切 只不過我們在看的spectrum是不同的位置 或者他的闊度是不同的意思 明白 那我們今集差不多了 都差不多了 今集的水與金融 變成做音樂 可能我做個小round up 因為我對音樂都是一竅不通 我小時候都是彈一下bass 但現在已經完全忘記了 那麼有感覺嗎 bass mass 我這個王家強 我以前彈過冷語 對於我來說 我是一個對音樂很有passion 和很有能力的一個人 無論今集找得機上也都是聊天 還有最主要就是 我們都希望這個節目能夠賺錢 賺錢後也要盤上一些中產的興趣 classical就是中產的興趣之一 曾俊華也是這樣說的 他作為一個中產他也會聽聽音樂和看法國電影 沒有再喝紅酒 希望有一天我們會成為像曾俊華那樣的人 然後再對你的區域有更多的理解 好 今天影片到這裡 多謝Captain來接受訪問 下支影片見 拜拜 拜拜